这么高的土豆切到中间这个顶点 如果要是再继续切的话 是不是感觉有点太高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来把它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胡云君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 那么今天我们做什么菜呢 非常简单 大家可能已经都会做了 酸辣土豆丝 为什么要做这套菜呢 其实我开始内心是拒绝的 因为摄影师说了他想吃酸辣土豆丝 我要是不做的话 我担心其他菜的画面会有影响 这事开玩笑 任何一条菜呢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真的是听了余生庆那首蛋炒饭的那个哥尔 他里边说越简单的越困难 那关键是在调味啊 就是一些细节方面 我们还是就分享我们胡云君美食空间的酸辣土豆丝 我们的酸辣土豆丝食材就简单了啊 这个是摄影师提供的一个土豆 这个他专门买来的黄芯土豆啊 我觉得有的人喜欢吃脆的 有的人喜欢吃面的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面一点的 就用这个黄芯土豆会比较好 然后它有一段辣 就是我们的干辣椒 还有就是炖和葱 姜我们就不用了 食材非常简单 烹制方法调味料呢也非常简单 就是在烹炒过程中 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待会儿在炒制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分享 最重要的是要先把土豆皮去掉 开始去土豆皮 这个我觉得不用教了 大家拿一个挂皮刀就可以了 一个比较鲜的土豆 我那天其实看了一个报道啊 就是说好像是全球还是全中国呀 反正我们吃的土豆80%来自于云南 这个还是真是没有想到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云南的土豆好 但是一般我们在云南吃的土豆都是那种非常小的那种烤的土豆 而且云南的那种小的土豆味道跟我手里拿的这种滑街土豆味道也都是不一样的 不论我们今天做的酸辣土豆丝我们也会做更多的关于土豆的菜肴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要关注我们 我们会持续分享给大家 土豆削狗 在切土豆丝之前我们先把其他的料也准备一下啊 酸辣椒呢我们就是这样让它圆条啊 我们也不掰了所以里面的籽我们也没有去原则上这个辣椒籽铺不来的 蒜我们需要简单的加工一下把它铺去掉 其实我们就要这种拍完之后蒜的味道啊 这个蒜不用蒜蓉我们还是用的是大葱 北方一般炒菜习惯用大葱南方用小葱 那么我们也是切这种大一点 我们准备好这两样配料之后我们来切 我个人觉得啊就土豆丝我们不用切的特别细 就是尤其是在炒土豆丝的时候 如果要是凉板那就另当别乱就可以切的细一点 先切片这个下刀一定要直啊 一定要直上直下 这么高的土豆切到中间这个顶点 如果要是再继续切的话 是不是感觉有点太高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来把它调转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土豆的淀粉感就十足啊 刚才已经吸到我这个刀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这种状态 在家里的时候啊 如果刀工不太好的情况下 如果要还是这么切的话 很容易就切到手啊 我刚才给大家表现一个 你看这个我切的就都不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采用片的方式 就可以避免了我们刚才住着切的尴尬 现在我们切完片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马齐就要切丝了 变在一起的高度 我建议大家稍微的矮一点 不要太高 如果太高的话刀很容易滑 刀一滑也就意味着很容易切手 所以大家注意点切的时候就顺着 这么贴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切到一半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先泡在水里 切到这儿我们稍微停一下 我们先把炒锅接上水 我们开一下火了 我们这个土豆丝待会儿还要焯一下水 所以我们为了节约时间 切土豆丝稍微滑一点 但是你觉得我这土豆丝切的怎么样 非常棒 土豆丝切好了 感觉是不是还可以 挺棒的 下回你切啊 我就差太多了 再用水投起一遍 投起过的土豆丝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锅盆水已经开了 我们现在把土豆丝放入 等水开持续一分钟 焯土豆丝的时候 我们再接一盆水 一会儿水开了之后 基本上就不就成熟了 然后我们把它捞起来 直接要放到这个冷水里面 因为如果你要是不浸泡到冷水里面 或者拿水冲一下的话 焯完水的土豆丝再盛出来之后 它会持续的还在加入 现在基本上可以把它捞出来 好我们回来开火 加入植物油 这时候我们先把辣椒段放进来 油温上来之后大概六成左右 我们把红色倒入 泡香之后我们立刻倒入葡萄 那么我们先放一点冲葱 冲葱大概再两勺半左右 如果大家喜欢吃颜色重一点 你可以放一点点老抽 但是这个老抽绝对不能剁 大概我们的瓷勺也就六分之一勺 再就倒了 这个时候我们放一点点盐 大概五分之一勺的盐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尝一下味道 非常的脆啊那时候加 这个时候加半勺味鸡煎 再来大概两勺的清水啊 甚至不得 于是我加这个清水的目的呢 就是把刚才烹在锅边的酱油的 美辣的反应再让它回到锅里 出锅前锅边醋大概放两勺左右 顺着锅边大火翻炒一下锅锅 酸辣土豆丝 今天我们这道啊 摄影师前来要求的酸辣土豆丝 和大家分享完了啊 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们要点赞关注 别忘了右上角的小铃铛啊 来先给摄影师吃吧